大家好 我是皮修专卖店 金美一品店的益君老师 我们的皮修卖场中文网址 金美一品店.tw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卖场了 期末拍卖 虾评拍卖 露天拍卖 这个通通都有我们的卖场 以期末拍卖为主 当然非常欢迎大家预约来现场选购了 如果是在卖场下标我们可以刷卡的 到现场选购 我们就预约到现场选购 现场看老师开光 我们更提供了永久免费换线 跟免费加持的服务 然后现在诈骗集团这么样的多 所以买皮修一定要询问店家三个问题 可不可以现场选购 可不可以现场看老师开光 再过来有没有提供永久免费 换线跟免费加持的服务 不要买了之后不理你也不回应你 限断了还要自己想办法 这个才是麻烦的开始 让你的皮修变成孤儿了 再过来 皮修100问 就是针对大家常询问的问题 都有收入在皮修100问里面 100问现在已经有200个问题了 再过来老师的网站 我想预约到现场选购 现场看老师开光 我们预约的方式加赖预约 预约的方式老师的服务项目 打皮修开光.tw就可以 连结到我们老师的网站了 包括老师的服务项目 尤其现在是年底了不拆库 还有安斗 预约的人非常多 我们讲说 在新的一年开始 我们叫迎接新年迎接豪雨 让财运起飞 现在预约来现场 来安斗跟补财库的人 非常的多 所以调整好自己 做好准备迎接新年的来临 你做好准备了呢 无论在事业财运感情 统统要为新的一年做好准备 尤其是我们的补财库 是针对个人化的客制化的服务 是用正统的方式 不是只有烧烧金 叫做补财库了 那叫做自欺欺人 给大家做参考 如果你对于这个方面 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的话 在我们的尼达老师的网站 老师的网站 皮修开光.tw 皮修开光.tw 都有老师的一个 我们老师的这个说明 详细的说明 好今天呢 我们要讲100问 今天讲100问的一个题目是 请问老师皮修要开光吗 请问老师皮修要开光吗 大家没有听错 我今天讲了100问 是这个问题 好当我收到有人询问老师 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蛮吓一跳的 所以吓一跳的意思是说 因为到目前为止 来找老师的人 一定都是要皮修开光嘛 不论是你自己有皮修会开光 或是你来现场选购 找老师买皮修 找老师的人不就是要开光吗 不论是自己的皮修 或是来现场 就是要开光嘛 那怎么会有人询问说 老师皮修要开光吗 然后我就觉得说 原来还有人询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原来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里面 所以我来针对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开光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收到这个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 我也会学到 我也会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来做一个说明 在说明的同时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镜头上面的 这个叫做太监皮修 那上面数字 这上面数字 就是我们的商品编号 如果在展示期间 在解说的时候 展示这个皮修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上我们的卖场去搜寻 这样商品编号 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的卖场都有更进一步的说明 给大家做参考 那皮修要不要开光呢 当然呢 就是取决于说 你带皮修 是要带装饰品 还是要带有用的 有目的性的 当然如果你今天佩戴的皮修 目的 是装饰品 我今天佩戴皮修是为了 是装饰品嘛 好看嘛 漂亮嘛 当然它就不需要开光嘛 在佩戴上面 当然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禁忌 在里面了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的皮修 是带有目的的 带有效果的 当然就一定要开光了啊 对不对 好但是呢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 开光的效果 取决于皮修的材质磁场能量 要明白天下万物都是 一分钱一分货 皮修的材质磁场越强 效果当然就越好 材质磁场普通 效果就会有限 不是说你到现场 我到现场去看老师开光 哇 效果就会变强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再过来呢 更要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佩戴皮修的目的 是为了要招财 太金皮修是首选 太金八字要绝 金体通透 法师分明 好 金体越通透 法师越分明 不是斯多 它的等级能量就会越强 不是的 一定要符合金体通透 法师分明 八字要绝 你符合的项目越多 能量就会越强 你符合项目越少 当然 它的磁场 就没有这么强了 但是我们 不论怎么样情况之下 招财 虽然它如果我们的太金的等级 不是这么样的高 但是至少我们招财 一定要知道 太金皮修是首选 太金皮修是首选 当然我个人 更是推崇 同太金皮修了 因为同太金的磁场能量 就会更强 其它的真专物 就像一个小型的导电体 最后我们在镜头上面 看的是一个 金太金皮修 如果你对于同太金皮修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到我们的卖场 去看一下 什么叫同太金皮修 所以我们带皮修 不如就是说 我常说带了一堆 普通的皮修 不如带真正帮助 我们有用的 帮助我们的皮修 不要带了一堆 普通的皮修 所以不怕买贵就怕买错 诈骗集团这么多 我刚刚也跟一开张名义 就跟各位这个说明了 真的诈骗集团非常非常多 所以买皮修一定要问 你可不可以现场选购 没有现场选购情况之下 你真的就要去怀疑他了 再过来我可以现场看老师开光 这都是一个店家 他必须要提供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服务 再过来呢 你有没有提供永久免费换线 不是告诉你说 啊现场你自己去想办法 那个是不对的 那个是不对的 不理你不回忆你 这个都是麻烦的开始 所以选皮修真的 售后服务税非常的重要 好那今天呢 皮修要不要开光呢 当然要开光嘛 因为没有开光 就是装饰品 好所以呢 当然要不要开光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个人 你是要当装饰品 还是希望带有用 那有用的话呢 当然就要选取决于 有用的话呢 就取决于我们要选材质磁场 好的强的 改变的力量 它才会增加嘛 好改变的力量 它才会增加 好否则普通的皮修真的 你买了一推 一百条普通的皮修 它终是普通的皮修 不可能你买了一条 一百条普通的皮修 它就变成材质磁场 哇 就很强了 那是不可能的 好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简单 提出老师的看法想法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咯